新赛季的骑士可谓是无路偏逢人艳雨,开赛一波六连百,也是创造了近二三年首次,而在今天早些时候,忍无可忍的骑士管理层,也是选择了裁掉主教练泰伦卢,可以说,这只骑士在现阶段,已经是完全陷入了混乱, 然而就在刚刚,一个更坏的消息,从骑士队传来,根据明记我和Brian Wynhorst报道,骑士方面预计可能在乐福休战一个月以上的时间,此消息一出,对于骑士球迷来说应该是心如此灰,首先这条消息是沃沈爆出,真实性自然是不言而喻,其次骑士目前的战绩水平,在少了乐福的情况下, 可以说是基本放弃了抵抗,小经济后散,除非是出现奇迹,乐福虽然一直在处理自己交质问题,只可以说算是老伤了,不过在这个节骨点上,让乐福长期休战,所有人都知道骑士管理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, 目前的骑士球员包括教练都是一种军心动荡的局面,战绩不佳加上主教练刚刚被踩,不出意外在未来一段时间,骑士都难以取得一场胜利, 新赛季,我们还认为门在季后在边缘徘徊的骑士,可以说现在是完全没有希望,与其让乐福在场上苦苦支撑,不如放弃这个赛季获得高顺利乐透吃来换取天赋球员, 我想正是骑士管理层最终目的,而这是不是标志着骑士正式进入重建阶段,从卢教练让老球员进入轮换阵容,到这和管理层引发的矛盾中,我们,不难看出,骑士重建是非常有可能的,下赛季,不少老将或许被甩卖, 而这让不少网友表达了自己对乐福以及骑士队的看法,毕竟球员巅峰期只有几年,在这只看不到明天, 的队伍还是交易乐福吧,对此,球女朋友有什么想法,一起来讨论讨论吧。